来吧 你有一个武器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计划的一首 2022年2月5日 美国佛罗里达州 多拉尔县警员在巡逻时 发现路上行驶的一辆丹波基尼 没有注射信息 于是立刻对其进行了交通难题 你干吗 我没看到任何东西 因此我押了你 车内的司机名叫克里斯托弗 他是一名NFL职业球员 NFL是美国橄榄球联盟 亨德森便是卡莱罗丹纳州 黑豹队的职业球员 这是Georgia 这是它 这是Ra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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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资金吗 没有 我对不起 这是你的吗 但是你的名字是Christopher 所以是你儿子 亨德森提供给警员的车辆注册信息上显示人名为夏特 警员追问夏特是谁 他原来就是将兰博基尼卖给亨德森的车行负责人 你有资金吗 警员刚才吐槽说在车里什么都看不到 原来亨德森的车不光是车辆注册有问题 可能车窗膜的颜色深度也有问题 在拿到亨德森提供的相关证件之后 警员通过系统检索发现 他的这辆车并没有注射在他的名下 在这里警员告诉同事 当他靠近亨德森车窗时 便闻到了车内有违规物品的味道 奋登森刚一打开车门 警员变成在车里发现了一把武器 我没落了一把武器 有没有用战盘吗 对 你没有用战盘 您是一把武器 好 你没用战盘 你在用战盘 我没用战盘 你没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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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将亨特森放入警车后座之后 便准备对其车辆进行搜查 两位警员在对亨特森南波基尼车辆进行搜查时 确实在副驾座的下面发现了一包违规物品 当警员做完这一切时 亨特森的家人也赶到了现场 来 他被捕捉,来过来 Christopher 放松,放松,让我告诉你 你是他的母亲吗? 我是他的母亲 我是警察Christopher Gonzalez 我把他们拖过来,你能看到很暗 当亨特森的母亲赶到现场时 都没有问警员他的儿子为什么会逮捕 直接对警员说 他是个名人 但警员回应的却是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在这里亨特森的母亲给夏特打电话 也就是那位把车卖给亨特森的车行负责人 他希望夏特能向警员证明这辆车已经登记在了亨特森名下 但夏特在电话那头却说 这辆车确实属于亨特森的 但是还没有完全过户 还没来得及登记在亨特森名下 好, allright, what's going to happen is the vehicle's going to get told because it's not registered to anybody's name here Are you serious? I have to, I have to It's a liability on me if I release a car that's not even registered to anybody You can't give his permission to release anybody It's not, it's not under his name Is the car registered to his name yet? I'm not a chair to tell you so far I can tell you I don't Alright So at this time you guys are free to go at this time on my traffic stop And then I'm gonna do the paperwork so the process could go smoother and quicker for you guys So you could bond them out Okay I can't have any distractions because I gotta do paperwork And she's good she's curious You guys are free to go okay Honey's son的母亲告诉警员她能不能取走她儿子脖子上贵重的珠宝项链之类的警员回答她完全可以 警员手里拿的这个小袋装的物品便是当时搜出来的违规物品 I mean the reason why search Just talking to somebody cleared up your suspicion What do you mean? You said you had a suspicion of a stolen vehicle No I didn't say that I didn't say that I never said that Yes you guys did I said the vehicle was not registered it doesn't come back to anything I wouldn't even be calling them I understand that but what I'm saying is I need to know who I could register and get released to the vehicle I don't even have an owner of this car 亨德森的母亲在这里便开始胡搅蛮缠了 她说警员诬陷她儿子有一辆被盗车辆 但警员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这辆车有被盗嫌疑 同时亨德森的母亲害怕锅甩给了卖给亨德森的车行 后来亨德森被送到了县俱乐中心 他被指控唯威持有武器以及持有违禁物品 同时还被指控超速 他的母亲后来为这些指控给他交了6000美元的保释金 才将他释放出来 据了解恨德森 据了解恨德森 他被指控唯威持有武器以及持有违禁物品 黑豹队的重要成员他在2021年时被黑豹队选中 拿到了一份四年价值340万美元的新秀合同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